是这样 从杨过到许文强再到唐伯虎 黄晓明一次次的挑战着经典被骂角色 着实让人好奇他的脑部构造 很傻很天真的黄晓明 自此之后便就无法摆脱二的秘密 所以大家之前给你有一个三个词来形容你 关于单纯 善良 孝顺 到位吧 这挺到位的 到位好 王老师先生已经定夺了特别到位 挺到位的 你还有补充没有 我还有一个是差不多吧 这些公式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我觉得它挺真实的 真实 我刚才这个花生指的说了一句话 我说它不会装 不会装 一装就看出来了 它不会装 所以它就真实 据说我自所愿意帮小明的原因 就是用小明的 很真实吧 主要是哥们还是真实哥们 我觉得很真实 这样我对我们来说 其实人谁比谁傻 你说小明这样我们肯定愿意 这三个字我觉得挺是我的人生的性格总结 我实在是装不了 实在是装不了 让我撒谎 让我去装 让我碰到不开心的事情装得很开心 我装不了 除非我心理上真的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对吧 单单应该也特有感触 我的补充就是 我有两个补充 一个是它真的很轴 很轴 它真的很轴 对 我自己有事实 讲事实 现在你知道的是事实 有事实 对 我们录音其实完全可以在四个小时的时候就收工的 结果呢 结果 他跟我说我再录最后一次 这最后一次让我录了两个小时 又多了两个小时 导致我那天录音长达六个小时 是因为她走她要求高 对 是这样 我跟她说已经可以了 很好了 她说不 我还能更好 相信我 我还能更好 就是这样 走 对 第二个就是她真的不懂一些那种开玩笑和浪漫 她就是特别单纯 就一点都不会开玩笑 一点都不会开玩笑 就是在有一些我们开玩笑的方式上 她会觉得她很认真的问你 是这样的吗 是我可以这样吗 比方说我特别想听一个例子 能想起来吗 我记得好像录音的时候 我为了示范 我为了跟她说怎样去用情感唱歌 我就很夸张的 因为我在控制时里录音时里 隔着一个玻璃板 对 我怕她听不清楚 所以我很夸张的把轻重和强弱 特别夸张的表现 想让她来去听得很清楚 然后她就 她也听得很清楚 她就按照那个特别夸张的方式去唱了一遍 唱完了之后 对 小明自己觉得不对吧 她说你是这样的吗 我说我刚才说了这个是我 我故意做出来的 她不 她真的觉得你就是这样想的 不是以为真了 对 所以我后来跟她打交道的时候 我就会想 哦 分寸感是在刚刚好的那个位置 对 就不能多一 要一个弯她就转过了 我看出来 其实小明是个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 对 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我其实特别不想说用蠢这个字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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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